大家好 華記9月23日深夜報導 今天有一宗想報導 有人說哈里是男神 我說這位是歪里的瘟神 哪個瘟神呢? 就是地平雪的歪里瘟神 這位歪里瘟神今天有個訪問 我看見真的氣憤 不過我用一個叫平心靜氣的方法去演繹 還有有幾點我想駁回一下 有人說令到年青人變得激進 別傻了 令到年青人激進只是一個原因 有人說年青人激進 第一個原因就是被你這班正貫困 香港社會環境不好 用全世界的角度 香港是最自由的經濟體 我們香港已經在一百九十幾個國家 人上人 你還想點好 我們那個富庶道 全世界樓價最貴 所謂水漲船高 我們香港不會有人沒有飯 全部人都有飯吃 但問題是有一班人吃飽飯沒有東西做 就是做正棍騙錢 一個社會 會有人上街 是因為不單是環境不好 而且很重要 就是他覺得自己的聲音不被聽到 市民覺得我的訴求沒有人聽到 然後到最後他就會變成上街 再聽不到就變成其他更激進的行為 有沒有聽到一些聲音 再聽不到就變成了 這位歪里南神 有一句說話我想送給你 所謂幾所不欲 物施於人 你現在小朋友 叫媽媽買玩具 不買給你就滾地沙 在這裡踢門踢桌 你這樣就在這裡賺命 你覺得這件事是對嗎 小朋友就是這樣做 現在那些大人 通識哪裏有一堂 叫你上街激進哪有 沒有的 而上街或激進是個本能 激進是個本能 那些強姦反強姦都是本能 這些是禽獸行為 我們應該要理智戰勝性慾 不是因為人激進就是本能 還有一件事就是 通識是沒有一堂教人上街 但通識是講社會的時事報道 而在媒體上 全部被這群黃絲壟斷 全部都是反對派的違法答義 違法答義立場先行 梁家傑鼓吹暴力解決問題 楊岳橋說 人生入獄更精彩 這些就是嫁壞小朋友 問題不在這裏 就是因為這些是通識 就是你這班反對派正棍 知識開啟了人的眼睛 然後知道這個世界 對還是錯 如果這個世界有很多錯的東西 他們就會走出來 想把錯的東西變成對 那不是知識令到那些人變得激進 那個邏輯不是這樣的 如果這個世界是美好的 他為什麼要用極進 知識 開啟了人的眼睛 但是你們用歪理 蒙蔽了自己的良知和良心 一些假新聞 假消息 完全是埋沒了你們的良知 心盲 對於錯 如果你很多錯的東西 就是因為你走出來便是錯 根本上你走出來便是錯 你有沒有發覺你走出來之後 你現在我們在香港的自由度 我們香港的生存環境 是否比以前差了很多 在你們未走出來之前 和現在你們走出來之後 我們有很大的落差 比以前差了很多 無論是經濟、治安、白憤、打劫、強姦、非禮 全部就是被你們反對派、和理非、人渣 特別是深尾 就是被你調到壞了 你走出來便是差過以前很多 那個初出便不是 因為你走出來 你亦是回不了算法 即是很彭白 綜合了剛才這位歪理的王子 其實他每一點 都完全是連自己都騙了 用歪理王子的理論 法庭為何被人批評 都是只有一個原因 記者為何重新定義 原因都是只有一個 其實他很聰明 為何他會這樣呢 他不是傻的 因為他的年齡層的觀眾 都是一些年輕人 他只要討好自己的年輕人 那個受眾 對他自己的事業上 或者對他的荷包上 是一個很正面的影響 所以其實他就是因應那班老闆 或者因應那班觀眾 而說一些他們喜歡的事情 他就是 乖眾隨從 他就是 乖水 就是這麼簡單 他就是想多些人看 都說明他是藝人 當然是會演戲 所以其實這些 我想都不用多說 但是今天你看到 有一個馬道立 他就出了一個聲明 他就說 你們不可能 來批評我們的法官 你們的平民百姓不懂 你們不要影響到 現在問題是 你們裁判 是量刑標準不一 同一件案 同一單人 你說眼耳口鼻不同 你的量判字就不同 喂 你機場四壯士 阿禪姐 阿朱sir 好多冤案 根本 問題在這處 沒有人干預你司法 問題是 你陳同佳殺了人 不用坐牢 而你們是覺得沒有問題 這個就是問題 陳同佳殺人 反光天法日 只是在街上 大霧大霧走來走去 就是你這班黃絲港獨 這班法官 你覺得這傢伙殺了人 是沒有問題 因為現在是因為 逃犯條例的關係 這個政治元素 政治是凌駕人性 你這班傢伙是沒有人性的 馬道立 你這個假辯 就是別人不能動 你根本就是鞏固自己的勢力 也是在恐嚇我們香港市民 根本就是無法無天 就是這麼簡單 你現在的量刑 以及你現在有冤案 你根本是不會判 你對市民是有落差 不是說你法官是大了 那人殺了人 人證物證俱罪 你可以判他無罪嗎 司法程序出索 打漏了個字 名字串錯了 這樣也可以嗎 沒有可能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其實市民 是說一些市民的聲音 我覺得這個是要重視的民意 如果你說贊成民主自由的社會 你應該是尊重民意 現在是大量的民意反對你們法官 就是這麼簡單 今天就不說那麼多了 說多一句就是成果道向 即是我跟阿森美說 如果你覺得你們走出來 覺得自己是做羅賓漢 你可以令到香港的GTP排名 治安排名 學校排名 或者各方面的治安因素排名 是會提升的 而可以改變到的事實 那你就厲害了 現在事實 你走出來就是香港衰到貼地 就是你們無差別打人 又毒品 又自由篩 又教導女生開放 又教導那些人去扔汽油彈 又教導那些人去殺警 又教導那些人去踢捕 又偷渡 全部是你的和理非 心味這些人搞的 我都是說事實而已 對不對 事實 這個成果道向 已既定發生了 所以就是不存在 剛才那些歪 你還在騙年青人 為了自己的觀眾層面 你還在騙 有沒有良心的 其實 你也有父母子女 何必要這樣 難道你的子女 去扔汽油彈 你很開心嗎 你不會制止她的嗎 你會制止她的犯法 就是偷渡變釣魚 還死機撐飯 唉 說多也無謂 所以我們今天 講少少道理 今天就先報導 這麼多 片尾我們放些正能量 多謝 世界流行地球村 究竟哪一道 最適合我們香港人的 2nd home 記得每逢星期日 留意我們星期日置業 全台 現場觀眾 WhatsApp報名 記得找我Ruby 日本 追尋21世紀 遊行快樂 在厭全亞洲 最宜居城市 酒井發寺 歡迎大家來日本 旅居置業 享受高品質生活 大家 歡迎來到日本 我跟我父母的關係 不太好 我從16歲開始 就能感覺到 我在家的一個日子 將要到期了 在國外孩子18歲時 父母送一句 祝你好運 家 我們要去旅遊全世界 把錢花光 以前我以為這種行為沒有問題 自從我去中國之後 我才發現 這樣父母對孩子的一種冷漠 和不負責是不對的 後來有一次我問了我父母 我說媽 你最理想情況 一個禮拜見我幾次呢 他想了一下 就回答一次吧 我爸那時候還說 我的一個朋友 每個禮拜五下班 就去看他父母 我爸覺得 這孩子很無聊 沒什麼朋友 並嘲笑他 哎 文化真是不一樣 我還是選擇中國的家庭理念 團結一心 農情蜜意 我們美國 在冷漠感情培養之下 可能會有幾個喬布斯 但你看喬布斯那麼成功 還不是一生不幸福的樣子 我選擇中國父母 可惜沒辦法 無力回天了 只能隔岸羨慕吧 四十年前我們美國人說電腦無法打印漢字 於是中國有了王選 三十年前美國的太空站 將中國拒之門外 於是中國有了天宮 今天美國人對5G唯獨打壓 唉 說那麼多 美國人就是羨慕基督恨 這些只會讓中國更強大 會點燃中國人創新 解決問題和負責任的能力 七十年前我國美國說 中國造不出原子彈和氫彈 於是中國有了鄧家仙 漁民 六十年前美國說 中國造不出核潛艇 於是中國有了黃旭華 五十年前美國說 中國吃光了全世界的糧食 於是中國有了元隆平 唉 說白了我們就是害怕 封鎖只能讓中國更強大 更堅定 中國從來不缺少英雄 只是缺少真正去認識他 瞭解他的橋梁 現在中國是渴望不可 全球最安全的地方就是中國 金門大橋 一直有人私信我說 約翰老師快回來中國避難 沒錯 中國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國家 但是我選擇先不回去 現在不能給中國添亂 而且現在中國也回不去了 中國不讓外籍人員進入 可以理解 道德金曰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 思惡以皆知善之為善以 昨天中國人往美國看 今天跟明天全世界將往中國看 我的中文名字是岳陽 但是我現在遇不了羊了 只能望羊心探 唉 中國加油 是岳陽